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边搅拌的情况下 用中火煮至微微沸腾 然后立刻关火 放在一边稍稍降温 倒补烫就好了 在等待的时候可以来准备一些搭配的小点心 我这次选择的是团子 制作步骤和之前的年糕基本一样 有兴趣记得去看一下哦 最后除了蒸改成水煮几分钟就好了 煮好的团子年度很高 煮好之后可以浸在凉水中待用 穿成串的时候也要记得将双手沾满凉水来帮助防粘 我这里忘记在穿的金属上沾凉水了 所以就会有点粘黏 团子完成之后 红豆奶也就变成温热的状态啦 准备一只喜欢的容器 现成入红豆奶 再根据自己喜欢的甜度加入椰奶饮料 可以在顶部加上美味的奶油 摆上做好的小团子 再用一小勺米红豆做装饰 一份超级简单美味的甜点就完成啦 温热的红豆椰奶是和早春这样有凉意的日子 有了奶油的加成 整到饮品变得更加奶香浓郁了 小团子的搭配可以让味得到比饮品更多的满足感 装饰部分的蜜红豆也增加了享用时 味觉能感受到的多变性 真的是非常相配的组合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下期再见